土星上也会下雨 这个你想不到吧 而且雨量还不小 每秒钟高达10万公斤 只需要3秒多钟 就可以装满整个奥运会的标准泳池了 这些雨从何而来呢 从土星美丽的光环上 是的科学家预测 最多不超过1亿年土星的光环 就会因为这样下雨 给直接下霉了 多可惜啊 要知道土星的光环 可是我们整个太阳系的骄傲 因为它是这其中最大最明亮的光环了 向外延伸28万公里 中间横跨了6个地球 这样的结构可不是随随便便 到哪儿都能见到的 真舍不得跟他说再见啊 土星环主要是由碎冰块和岩石组成的 它们时时刻刻都在被太阳风 和宇宙尘埃轰击着 随着不断的轰击 冰块被蒸发成带电的水分子 然后这些水分子 在土星磁场的作用下落向土星 最终变成土星大气的一份子 这个过程我们把它称之为环宇 科学家第一次认识的环宇 是在1980年 当年NASA的旅行者号掠过土星室 揭开了土星环中神秘的暗带 就是由于土星的磁场 捕获了环宇而造成的 当时大家的古迹是 按照这样的降雨速度 土星大概在3亿年之内 就会拖光光了 但后来的卡西尼号飞船 却告诉人们 你们太乐观了 在他于2017年 坠入土星自毁前 他活出去 跟土星环来了一次 实无前例的亲密接触 于是让科学家对环宇 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也让他们认识到这场雨 真的很大 大到可能仅仅在1亿年之后 人们就只能看到 赤裸裸的土星了 跟他们比起来 有没有觉得自己 其实很幸福呢 对了 跟恐龙比起来 我们也更幸福 因为恐龙也没有 见过土星环 倒不是因为 他们没有恐龙版的加利率 所以没有望远镜可以用 而是土星在诞生之初 其实就跟我们地球一样 也是个孤家寡人 大量的研究表明 土星环最多 也就是在1到2亿年之前 才形成的 所以要是你穿越回侏罗际 看不到带环的土星的话 不用怀疑 你依然还是在太阳系里面的 回到土星身上 其实还有比环宇 更加迷人 也更加不可思议的现象 它就是土星北极 神秘的六边形风暴了 如果说环宇 只是让人感到新奇的话 那么这个简直就是诡异了 这个六边形的风暴 每一边都差不多 跟地球一样宽 而整个六边形的面积 大约可以装下4个地球 这种规模 比木星上的大红斑 还要巨大 更令人不解的是 它看起来完美的 仿佛就是人造的一般 因为没有人能够想到 自然形成的风暴或者云带 怎么就会是这样一个图案呢 科学家分析 可能是土星的自旋 与气流之间的相互作用 使这种对称现象得以产生的 它们也的确在实验室当中 模拟出了六边形气旋的产生 但问题是 实验室当中的六边形气旋 在各个边上都有涡流存在 而在土星上 经过很多次的观察与确认 科学家始终没有发现这样的涡流 没有涡流 六边形应该很快就会崩塌 但土星上的六边形硬是没有 因为科学家第一次看到 这个完美六边形 是在1980年旅行者号 经过的时候拍下的照片 当时他们就被震惊了 但由于土星并不是旅行者 主要的任务目标 所以NASA表现得也很淡定 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 天气模式而已 不值得大惊小怪的 而24年后2004年 当卡西尼号再次光临时 人们惊讶地发现 这个六边形区域居然还在那儿 一点消失的征兆都没有 这就不能再拿特殊天气模式打马虎眼了 会不会跟引力约束有关呢 科学家也开始很努力的想要搞清楚 它究竟为什么存在 而且为什么能够持续存在那么长的时间 但似乎这就是一道解不开的谜题 迄今为止也没有任何合理的解释 能够支持这种现象的存在 反而科学家只能观察到 越来越离奇的一些行为 这些云带跟着六边形一起旋转 仿佛它是一条跑道一般 你会看到云沿着直线移动 然后转弯接着又沿着下一条直线移动 非常诡异 某种机制正在运作 把这些东西聚在一起 而科学家就是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 所以这些看起来非自然的线性特征 会让人忍不住去想 在这边后 会不会有某种智能生物的力量在其作用呢 会不会已经有人看中了土星大气中 丰富的氢气和氦山的粗量 正在开采它们呢 哈希尼已经在2017年坠入土星 想要真正解开神秘六边形背后的谜题 看起来我们还需要耐心的等上一段时间了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 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呢